你好 欢迎来到高爽天文学前年报告 我是高爽 这一件我要向你汇报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消息 2021年10月 哈佛大学的天文学家斯特凡诺 在《自然》杂志发表论文称 他采用新的思路 找到了银河系外的一颗行星 这是人类第一次把寻找行星的范围 成功拓展到了银河系之外 在天文学界 发现一颗行星并不算稀罕 过去天文学家已经找到了好几千颗行星 但是这几千颗行星 全都在银河系的范围以内 而斯特凡诺做出了突破 你可能会好奇了 为什么以前的天文学家 不去找银河系之外的行星呢 其实并不是以前的天文学家不想找 而是做不到 因为天文学家观测行星的距离 被物理规律给限制了 无论用上多么先进的望远镜 都突破不了这种限制 天文学家在宇宙中寻找行星 就像让你坐在椅子上 用手去抓离你最近的盲盒 你能抓到多少盲盒 完全取决于你手臂的长度 超过这个物理距离 你就没辙了 要想突破这个限制 你就要改变思路 换个法子抓盲盒 天文学家也跟你一样 当旧方法不管用的时候 想要找到银河系之外的行星 就得改变思路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过去的天文学家 是怎么寻找行星的 要在太阳系外面找到一颗行星 那可不是容易的事 你想啊 跟恒星相比 行星不仅不会发光 而且要小得多 比如地球 大约只有太阳的130万分之一 在太阳系外找行星 就像是在黑夜里 找一只苍蝇一样困难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 天文学家想了各种办法 寻找太阳系外的行星 其中呢 效率最高的方法 叫眼星法 眼是遮眼的眼 眼星法是什么意思呢 你可以想象一下 在远处有一颗横行 它的附近呢 有一颗行星在围着它转 当行星转到了横行的面前 也就是从你所在的地方看过去 这颗行星正好挡在了恒星的前面 这个时候啊 这颗行星就会把恒星发出来的光 遮掩掉一些 等到行星转走 不再遮挡恒星了 恒星的亮度呢 就会恢复过来 这就像 我们在黑夜里 很难找到一只苍蝇 但如果 这只苍蝇正好飞过一盏路灯 引起了光线的变化 我们就很容易发现它 这就是眼星法的原理 是不是很简单 用眼星法找行星啊 操作起来也不难 只要用高精度的望远镜 给天上所有的星星不断拍照片 再对比它们的亮度变化就可以了 过去 天文学家利用眼星法 已经找到了四千多颗太阳系外的行星 眼星法看起来很好用 但是 它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 那就是 恒星远远大于行星 所以呢 行星只能遮挡住 恒星的一小部分光线 而且 观察者的距离越远 行星能遮挡住的光线就越少 亮度的变化也就越微弱 这是为什么呢 我来给你解释一下 你一定知道 一叶障目这个成语 这个成语 包含了一个简单的光学原理 那就是 一片叶子 距离你的视线越近 它能遮挡的光线就越多 如果把叶子贴着你的眼睛 你连十米开外的房子都看不到 反之 距离拉得越远 这片叶子 能遮挡住的光线就越少 占据你绝大部分视线的 就变成了后面的房子 同样的道理 银河系外的一颗行星 能够遮挡住的光线 要远远少于 银河系内的行星 根据我的估算 一颗银河系内的行星 遮挡住恒星 会让恒星的亮度 变暗几十万分之一 这种变化虽然微弱 但通过高精度的望远镜 还是可以识别出来的 但是 银河系之外的行星 就不一样了 这个距离的遮挡 对恒星的亮度变化 可能只有几亿分之一 这意味着 再先进的望远镜 都不可能识别出这种变化 毕竟 一旦把视线拉到银河系之外 就连整个星系 也只不过就是几个小亮点 更不用说 在整个星系中 区分出某一颗恒星 并且识别出它的亮度变化了 那么 天文学家对行星的探索 难道就止步于银河系了吗 当然没有 天文学家斯特凡诺 换了一种新的观测思路 结果 在距离地球 2800万光年远的 M51行星中 找到了一颗行星 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答案是利用黑洞放射的X射线 X射线 在医学上有很多应用 如果你的身边有人骨折 医生都会先给骨折的地方 拍一张照片 瞧一瞧里面的情况 这张照片 就是利用X射线拍出来的 宇宙中 有很多天体 也会发射X射线 黑洞就是其中之一 在M51行星中 有一颗恒星 正绕着一个黑洞转 转的过程中 恒星的一部分物质 掉进了黑洞 黑洞在快速吃掉 这些物质的过程中 就会发射出X射线 这就像我们吃饼干的时候 吃得太快 饼干的碎末飞溅出来一样 这种X射线 可以被地球的望远镜观测到 这是过去科学界 早就已经知道的事 但斯特凡诺却意识到 可以利用黑洞放射的X射线 来寻找更遥远的行星 他想 如果恒星和黑洞的系统附近 有一颗行星 这颗行星 在围着黑洞转的时候 一定会遮挡黑洞射出的X射线 那么理论上 也应该可以用眼星法的原理 来找到这颗行星 结果斯特凡诺真的用这个思路 成功观测到了一颗银河系外的行星 同样是利用眼星法 为什么恒星发射的普通光线没用 黑洞发射的X射线就管用呢 你可能会以为 这是因为X射线和普通光线 有什么不同导致的 但其实并不是 这两种方法最关键的区别在于 光源本身的大小 我前面说过 恒星的体积远远大于行星 对于行星来说 恒星就是一个超级大的光球 行星最多 只能遮挡住这个光球的一小部分 就像是一只苍蝇飞过路灯 你离得近的时候 很容易发现 距离一远就不行了 即使你在远处看得到路灯的光 你也很难通过亮度的变化判断 有没有苍蝇飞过 但是黑洞就不一样了 黑洞的尺寸接近无限小 这意味着 从它附近射出的X射线的光源也很小 不管距离有多远 一颗行星都可以完全遮挡住 黑洞射往某个方向的X射线 这就像一只苍蝇 虽然遮不住路灯的大灯泡 但它可以遮挡住手机的小灯头 大灯泡几亿分之一的亮度变化不好识别 但是小灯头百分之百的亮度变化 却很容易识别 想通了这个道理 斯特凡诺就着手去找 经过大量对比X射线的数据 斯特凡诺终于发现了 在2012年9月20号那天 M51星系中的ULS1号天体的X射线出现了变化 整个遮挡过程持续了三个小时 在此期间 X射线的亮度降到了0 成功似乎就在眼前 斯特凡诺大受鼓舞 它能不能推动人类的天文观测 往前再进一步 自己的付出会不会竹篮打水一场空呢 有没有可能是别的原因 引起了X射线的亮度变化呢 我没有亲历斯特凡诺 发现行星那天的现场 但能设想它那一刻的心情 好在啊 经过九年漫长又细致的分析 这次观测受到的干扰的可能被一一排除了 最终 斯特凡诺和哈佛大学的团队 发现了有史以来第一颗银河系之外的行星 根据他们的测算 这颗行星的尺寸 和咱们太阳系里的土星差不多 直径是地球的九倍 它到中心恒星和黑洞的距离 大约是土星到太阳距离的两倍 当然 再正确的结论也需要接受检验 我在天文学通识三世讲里说过 天文学家探索宇宙的方式 就像侦探破案一样 都是依靠严密的推理得出结论的 但是再厉害的侦探 也不敢保证自己的推理百分之百正确 那么怎么验证斯特凡诺 找到的这颗行星真的存在呢 这要靠时间来检验 天文学家根据这颗行星的参数计算得出 它围绕中心恒星和黑洞 旋转一圈需要70年 2012年9月发生的那次遮挡已经过去了 再过70年 也就是2082年 这颗行星就会回到它被人类发现时的位置 你可能会惊讶 原来天文学的成果需要这么长的时间来检验 是的 天文学家面对的是一个个过于庞大的天体系统 这些系统发生作用的时间 动辄几十年 甚至上百年 所以天文学特别需要一代一代的学者 通过接力来完成研究工作 神雕侠侣里 杨过等了小龙女16年 感情没有变淡 体现了一个好男人对于爱情的执着 但天文学家在知识面前比杨过更执着 我们会用70年去等天上的一颗星星 虽然斯特凡诺的发现 还需要接受时间的最终检验 但这项发现 打开了天文学家寻找行星的新窗口 有了X射线加眼星法的思路 距离不再是最大的障碍 人类探索行星的工作 从此就走出了银河系 这就是今天的主要内容 我为你总结一下 第一 过去的天文学家 用遮挡恒星光线的方法 寻找太阳系之外的行星 但是由于光源太大 天文学家的观测 被限制在了银河系之内 第二 利用黑洞发射的X射线 斯特凡诺在银河系外 找到了一颗行星 第三 要验证这颗行星是不是真实存在 天文学家需要等待上70年